复为七缸,复为子缸,均为辰缸 这个三缸,我们第一个复复顺 这一轮基本上告一个段落 每到遇到一些特别的重要的情况 我们再提出来 但是整个一个系列下来 希望大家能够连续的听下去 是成一定的系统 那说到刚 后面还有一个字长 这是一个常态 是一个大的范围 不能整体上脱离这个 这就是大道 人文的大道 英和天道 那这个刚说父 就是儿子的领袖 那父亲是君,儿子就是臣 丈夫是君,妻子就是臣 那君有君的道,臣有臣的道 我们只说到父子,没有母亲吗 说天的时候就要想到地 说皇天就有后土 父亲 母亲就隐藏下来了 所以我们把父亲凸显出来 也就是说羊的他又表现在外 那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定潜藏的道理 就是说过去也讲 三宗斯的这个儿子长大了 母亲 可能还要遵线儿子 所以说从哪个角度讲 父为子刚 是比较说得通的 那既然父为子刚 这个君首先就是一个表率 就有君的样子 应该什么样呢 我们说父岩 母慈 父爱如山 那后半句可以想 母爱应该是水 对吧 人者乐山,自者乐水 全部都是一个系列 那山是什么样子 山是厚不容的 是危言的 有威势的 清义 不动的 面不改色 心不跳 泰山崩于前 不动 所以父亲可能 说话比较少 但是他有威势 不弄而为 遇到大的事情 一旦说话 那要铁板钉钉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样子 而且父亲代表天 天是标目无常的 心情好了 大赦天象 不好了 龙威大怒 给你要受着 这才是一个父亲的样子 而父亲 也很难当 他往往是一个扮演 严厉的角色 君无戏言 欺君之罪 他有一个男人的样子 那母亲呢 就不行 如果两个人都一言 那孩子受不了 可能会离你们原来的 那两个人都弱 那更不行 那同样不行 那母亲常常陪伴在 孩子身边 所以 母亲他就要柔一点 要慈 慈爱 一个阴一个阳 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 不能像朋友一样 现在说你跟不上时代了 我们是好朋友 你开什么玩意 你多一个朋友 少一个父亲 母亲同样不行 爱之身 则之切 棍棒底下出孝子 当面叫子 对后叫妻 这么一个严厉的角色 如果没有 那这个孩子将来会 非常任性 反天 一定要管得住 所以现在社会说 不动刑法 那你管不了 那不行 你不是打不打的问题 是怎么打的问题